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五大叔为您带来的刀桃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 Ti10国际邀请赛的比赛直播小组赛 那么跟陆播的观众啊 跟陆播的观众说一下 IG对战星辰的比赛P2 他的比赛正好跟老干爹的这个比赛呢 重了 虽然他们不是同一个组 按理说不应该重 但是因为这个IG对战星辰的比赛 今天开的太晚了 所以导致那边的比赛 现在第二场还没有打完 刚开始没多久 老干爹那边比赛就开了 我也承诺过大家 这个老干爹所有的比赛都会跟 所以咱们就只能是那边第二场就放弃了 跟咱们的这个陆播的观众稍微说一下啊 大家有一个准备 然后来看一下这套比赛 老干爹对战的对手是SG SG这个战队是一个南美的老牌战队了 呃现在大家看到南美赛区很多的强队 他们的这个核心成员都是SG之前的那支战队出来的 那一支战队他们就像是一个呃像像是一颗这个植物一样 对吧从生根到从生根到发芽 然后再长出很多的支插 每一个队员都跑到其他地方读了各自立文护 创建了一支新的队伍 然后成为这个队伍的核心再去找新人 现在南美的Dota2其实一直是在处在一个新兴向荣的这么一个状态 新玩家很多 然后这个整体的赛区实力其实在逐年的上涨 现在包括这个直播啊 还有观众的数量也是在大幅的增加 包括我今天在说连直播平台 还有现在大型的比赛都是增加了这个葡萄牙语 葡萄牙语的这个解说的频道 以前是没有的 以前只有中文英文和这个俄语 然后呢极少的情况下会有西班牙语 那看一下这场比赛 SG这边拿出来的是蚂蚁和潮汐 那刚才说了半天SG这支战队 但是现在啊 就现在而言SG这支战队他们的实力 相较于此前的巅峰时期的话还是差的比较多 那目前他们的战绩在B组这边也是排在最后一名 而且SG这个战队他们现在剩下的对手 有一支是老干爹 就是现在他们正在打的 还有一个对手呢是QC 另外一个对手呢是Team Spirit 这三支战队对于SG来说 从实力上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优势吧 可以说SG目前 只赢过一轮比赛 就是2比0战胜了Fnantic 然后其他的对手他们都是0比2输的 老干爹这场比赛也是明显在整活呀 拿场拿赏金出来了 大牛加赏金 知道两支战队的实力差确实是比较大 老干爹看来也是打算趁机去用一用自己一些想要用的英雄 快乐一下 搞一搞科研 顺便呢应该他们不会去做太多的 他们不会科研的太严重 说是丢掉自己的这个小组投名 这个是没必要的 老干爹目前他们的小组投名 不是高枕无忧 他们现在是9-1的战队 第二名是9-3的VG VG是刚刚0比2输给了老干爹 在除了输给老干爹这两场之外 他们只打平过一次 其他的比赛全赢了 所以老干爹现在如果对着某一支战队去放水或者科研过头的话 是很容易丢掉这个小组投名的宝座的那这个就不划算了 有关上说茶队是不是快回家了 茶队应该不会 因为茶队那边那个组里边有一个一场没赢过的TP 现在是0-12的一个TP 一场没赢过 所以呢 茶队应该不至于会输 因为茶队2-0战胜了一下OG 1比1打平了自己的老对手 那阿兰斯 投名有什么用 投名可以挑选自己在圣者组首轮的对手 感谢国产鸭路基大佬的舰长 欢迎老板上见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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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产鸭路基 第四手里边是拿出来了一个先知 先知子猫 中单子猫 这个先知应该是打3的 肺子边的先知三号位先知 至于赏金打几号位 现在不好说 不好说 第四手对面拿出来的是一个火猫 SG的火猫 SG这个战队的火猫还真是挺有历史挺悠久的一个英雄啊 他们这个战队挺爱用这个玩意的 而且用的还不错 稍微给大家说一下 那个战队他们的五个选手都是秘鲁的 五个选手都是秘鲁的 然后他们的教练 这五个选手 大家可能认识的人不太多 但是他们的教练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是Fear 当初这个EG战队的那个Fear 他现在是给TP战队在当教练 当然了 不知道这个TI上面0-12 甚至可能整个小组在一场比赛赢不了以后 这个Fear会不会下岗 但是应该不至于 10 seconds remaining Radiant team's turn to pick 10 seconds remaining 5 seconds remaining 这届比赛其他的战队有一些教练也是 都是一些 其实很多战队的教练都是大家的老熟人了 老干爹在最后一手拿出了一个虚空 很像老干爹的风格 这是一个标准的科研 科研分科研套路了 这个不是分奴啊 大家注意这个不是分奴套路 分分奴套路不会拿着一个虚空配四个进战的 除非是五号位虚空 如果他是搞科研的话可以打五号为虚空 让外队去用这个虚空 然后让肖色去打赏金猎人 打一号为赏金猎人 然后心情去打四号为大牛 这个也是可以的 其实这场比赛很多英雄都可以打大各位 赏金可以打大牛可以打 先知也可以打 不光是只有这个虚空能打大各位 当然我相信老干爹现在这支战队 就算是搞科研也不会科研到我刚才说的那个份上 肯定这个还是交给肖色去打 最后一手sg编拿出来了一个美肚杀 那么这样的话是心情的赏金猎人 然后再加上莫言的子猫 肺子编的先知 肖色的虚空 这个阵容去打对方的美肚杀 他这个大各位的话 感觉好像有点不大号打 出出有点不太够 这场比赛现在 我不知道肖色这场比赛准备怎么出装备 但是 从对方这个阵容而言 如果假设咱们大言不惭的 这个无耻至极的说一句 如果是我自己去用这个虚空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出假腿封脸 然后做散尸 我可能会这样去出装备 当然这个只是我自己一个比较 对吧 咱们就是胡说八道了 这么一个说法 但是这场比赛就是说 其实打这个美肚杀道也不一定非得消色 自己这边去出那么纯单体的说出装 有一种做法是怎么做呢 就是大牛 他在缓战的时候 可以冲到这个美肚杀身边 对吧 想尽一切办法 甚至可以考虑出个魔精 然后冲到这个美肚杀的身边 以后虚空过去以后 直接把这个美肚杀根大牛 框域起就完了 也可以 这是赏金第一次上场吧 大概率应该是 反正这个是我第一次见赏金上场 现在就是散尸这个道具啊 稍微给大家提一句 散尸这个道具 现在一般不要去配分身 因为现在分身继承散尸 继承的太少了 散尸这个道具 现在是一个单体英雄出的装备 分身系的英雄 几乎除了小狗之外 没有哪个分身系的英雄 值得去出散尸 甚至连小哪家都不出 小哪家现在散尸都不作为 他一个主要的 一个输出装的存在 所以一般是不要去用分身 尤其是在用分身服去配散尸 就更不划算 以前之所以去出散尸这个道具 我说说小狗了是吗 猴子啊 我说错了 说什么 我为什么会说小狗呢 我脑子 我脑子可能没接上啊 某一根地方没接上 不好意思 你很记车耶 是这个猴子 除了猴子以外 其他的英雄一般都不会再去靠幻象 然后出发散尸的这个效果 散尸这个道具 以前它配分身的原因是因为近战的英雄 分身继承散尸的比例继承得非常高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去用分身来搭 甚至包括像什么小那家呀 甚至更早的这个时期的CK呀 这类的英雄都是会去做散尸的 但是现在就没有了 散尸的把必出的法这个英雄出散尸这个是一个就是这是一个老传统了三迪法师最需要出的三架装备一个是挑战一个是跳刀 一个是散尸 这三件装备都得出 不出的话你这个敌法师正面团作用太小 这边一下来是暂停了一下不知道暂停多长时间啊 这边就是暂停的 好这边比赛继续我们来看一下一开始老干爹一波开窝啊被对方撞了 被这个蚂蚁装窝了不过这个蚂蚁是一级的没人过来 这波如果是撞到老干爹五个人的窝上面的话这个蚂蚁这波要死的 因为一级的缩地啊cd太长真攻击太长了 这边是被流氓的发条一直追着拿火灵弹幕那小色这边被带走带走了以后他爆的潮汐拿到了一切 以上这边还做一个眼这个蚂蚁做的这个眼杀鸡用的 这个蚂蚁这个眼除了杀鸡以外没有什么其他更多的作用 感谢水德真军2DM打的李华弹 谢老板 开局神福各自双福 老干爹这边交掉一血 血迹的消色以后这个Face边表示身体不是很舒服啊 前期的对线大牛加上虚空在下路打对方的蚂蚁和潮汐 这个对线虚空我个人觉得他不太可能特别顺啊 虽然最近萧瑟的这个一号位经常是拿着一些完全打不过的对线 然后呢但是打出来了很好的一个对线补刀 但是这场比赛我真心不觉得他还能再上演这样的奇迹 因为打潮汐这个英雄虚空实在是太难打了 虚空除了平衡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伤害手段 潮汐这边没事给你个毛鸡 我也不用给你扔这个巨浪 我不求杀了你 没事我就给你个毛鸡 没事给你个毛鸡就捡你攻击力玩 心情 心情还要在这块打个英文调戏着你一下 一会人家给你打个葡萄牙语你怎么办 感谢艾伦大老的节奏风暴 谢谢谢谢大老 谢谢老板 老板大起 谢谢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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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谢谢老板 他们这个发的SG发的这个语言应该就是葡萄牙语吧 这个我确实看不懂 而且这个我看着还不像西班牙语 西班牙语我多少还见过几句 他们发的这个好像是葡萄牙语了吧 隔壁带顿领先一万八了 我看一下 隔壁带顿领先一万八说的是哪个呀 VG还是IG啊 朋友一生一起走 是谁唱的呀 兄弟们到点了 好 说的应该就是这场 看一下这场啊 这边VG 这边VG已经把这边打爆了 另外VG对IG看看IG打星辰那边 这边比赛一直暂停 咱们先看一看 刚说暂停就开始了 好 这边回来了咱们先接着看那边 谢谢 谢谢老板 谢谢163 CXCGX大佬的冠军盾 国产鸦路机大佬的五个皮克拉 谢谢老板 谢谢 Cloud SSW的一大堆礼物 谢谢老板 肖色这样比赛现在补刀是3-0 对方的潮汐3-1 开局的第一波兵线 两边的一个补刀情况的话 看起来肖色这边还是比较乐观 中单紫猫打火猫的这个对线 是一个比较拼基本功的对线 这几只猫里边我们不考虑土猫啊 不考虑土猫的情况下 蓝猫紫猫火猫 这几只猫打架中路对线最厉害的是蓝猫 对线最强的是蓝猫 打另外几只都是优势 但是紫猫和火猫这两个英雄的对拼的话 就比较吃基本功了 熊猫也配走钟吗 又不是20年前 十几年几年熊猫确实可以走钟 看起来 他已经很多年不配走钟了 看起来 Radiant的区域已经被杀了 Radiant的区域已经被杀了 看起来 看起来 然后蚂蚁跑过来去杀鸡的这个眼插的对方没反掉 蚂蚁现在已经杀掉了两只鸡 成功的击杀了对方两只鸡 而且对方没有反掉这个蚂蚁插的这个杀鸡眼 这个杀鸡的眼待会老干爹应该要复盘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眼的位置明显是做过研究的 也就是说对方如果把这个真眼插在高台上面的话 刚好是覆盖不到这一个假眼的位置 这个位置肯定是做过研究的 老干爹需要去复盘看一下 蚂蚁现在的补刀13-1 潮汐17-2 大牛开始回去帮着运动一下 大牛这波其实他的状态并没有空到什么份 他选择自己回家帮蚂蚁拿装备去了 他如果继续让这个对方这么杀鸡的话 他挡不住 而对方的这个蚂蚁杀鸡的成本很低 缩地跑过去以后一个连击一只鸡就没了 这玩意又是一个矛鸡给上去 矛鸡给上去以后最烦的是这个减弓 对于虚风来说 你说你耗我多少血倒是其次 主要是减弓完了以后这个补刀确实有点吃力 萧瑟这个补刀的基本功也是真的好 好家伙 一直被对方杀鸡在家上不停的去捡弓的一个情况下 他现在的正捕术和反捕术愣成没落后 贝斯边在上路的先知现在已经是攥着14个反捕术 他的反捕术已经快持平对手的一个正捕了 这个地方莫言抢到这一个神符 心情在这个地方不停的在卡位 这个地方最后一下没卡住 隐身给一刀 这一波的消耗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心情的这个省金 心情现在的这个由衷啊 效果是真的有点好 你干嘛 你干嘛 下路大牛 这里被对方的蚂蚁收掉了 看一下萧瑟手里有十个魔法和一个跳 这里先跳一下 然后十个魔法 回到塔下以后 下路萧瑟这个对线打不过对手是没办法的 下一个装备准备去做的是封联 待会看一下这个下路的伊塔 现在老根爹还没有提前去放伊塔的一个打算 对方的美度杀 不过其实日子过得跟这个虚空是差不多的 这也是老根爹为什么一直没有来下路帮忙的缘故 就是把对方的美度杀压住了 萧瑟这边让他靠自己 万事靠自己 这个萧瑟身上的一个 个人经纪来看的话 现在是排在全场第三位 尽管落后对方的潮汐 但是其实这个经纪还可以 这两个人再接着追 还差一刀 没死 看见外队再往前扔一个魂 一刀踩 踩死了 这脚应该直接漂亮 外队这波直接把对方击杀掉了以后呢 这个潮汐这段时间被击杀 虚空赶紧趁着这个时间里面去补一波刀 至少可以稳稳的吃掉一波兵线 萧瑟大哥你是知道我的 大哥你是了解我的 万事不求人 外队的紫毛现在跟对方的火猫都是达到了六级 看看待会儿这哥俩就没谁先动啊 看看待会儿这哥俩就没谁先动啊 先知的反补数 现在已经达到了26个反补 26个反补 26个反补 呵呵呵呵 美杜莓杀加上野怪才36个正普 看这里发条 跟蚂蚁两个人过来欺负一下外队 外队这边想去勾一下野怪 然后尝试送野 不过离得点远了 有先知那个大招啊 心情溜达到对方家野去以后 先知大招弹过来 再加上自己的本体过来 然后直接A死了对方美杜莎 要这样的话 美杜莎的经济应该理论上来讲 就不会太好了 心情这个现在到处偷钱 偷的还是挺开心的呀 目前是三级的飞镖一级的偷钱 赏金猎人这个英雄在改版以后 他的游戏性相较于以前 呃 其实增加了 但是呢操作难度比以前要更高一点 所以就是爱玩他的人变少了 这个英雄如果想要让他爱玩的人多 还是要简化他这个操作难度 做这个心情被对方那里插掉 然后如果你要说你这个英雄要想特别 这个比较复杂 操作比其他的英雄要复杂 但是呢你还仍然希望很多人能来玩他的话 那也很简单 就是你要把这个英雄做得足够帅 强不强不关键 一定要帅你知道吧 只要他够帅 那他复杂一点别人也愿意玩 看在这个时候 这一波 这个大牛自己出来出来以后 这里残阴揪住 不过这波并不能打 状态有点太残了 对方这里潮汐过来以后 潮汐现在手里是有大的 这个潮汐假装在这偏技能 这个大招一直没有找到 就会去放 大牛已经撤回来了 费斯边这里框一下 这个费斯边为什么要自己打一下 有点尴尬了 往左边走一下 然后一个 哎呦 这想要传送走 这个潮汐直接交大了 完全不给机会 为什么难了呀 现在这个赏金他的改版是说 投掷飞镖这个技能 现在伤害比以前要砍了很多 以前赏金猎人的这个飞镖 是标志性的一个单体前期高伤技能 是非常非常高伤的一个技能 就是在几乎所有的技能伤害 都是在卡在满级300的那个年代 小技能满级伤害卡在300的那个年代 赏金这个猎人 这个飞镖就已经是突破了300这个限制 而且他的一级的技能伤害 相当于其他人的二级 二级相当于其他人的三级 他三级的技能大概相当于别人的那个技能 接近别人满级四级技能 但是现在他把这个技能伤害给砍了 然后你要是想让自己的这个飞镖伤害 跟以前一样呢 你就得给对方先上标记 然后他又不像以前那样说 我这个赏金猎人可以这个飞镖只加个一级或者二级 前级就能K头用 现在K头也K不到 然后想让飞镖高伤就得到六 可是抽酱油的这个到六级给到大招以后 对方的等级也很高了 你要打不死人 所以这个就很尴尬 相比赛现在打了11分钟 SG这边的团队经济是领先了1000块 辛勤的赏金到了6级 现在山上只有一个草鞋 加上一个假眼 并没有什么回蓝的手段 这个赏金猎人不行的话 带俩小蓝吧 身上 他现在山上只有400多块钱 没有什么能够直接去回蓝的手段 宝刀的话他就只能去出那种 只能去出一人面罩就有东西了 出一人面罩 然后出小军章 我估计他可能这样比赛是要 我看一下 看到他买了一个东西 买了一个小鸡 这个吧 不是这只鸡吗 赏金居然没有出回蓝 他打算是要去买一个 直接给上标记 虚空这边是大招第一步过来 去抓了一下对方的这个美兜莎 赏金给上标记以后 给上一个飞镖 大牛这边一条CD 踩住 怎么心情里边还是跑不掉 对方这有一个火猫 在街上前追 外对的大牛这波也没了 被追死 虚空选择一张TP 直接踢到上路去打钱 另外两个队友呢 则是在推了一方上路的一塔 这波打完了以后 现在双方的团队经济 其实不太乐观 而且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是什么呢 萧瑟的这个虚空在前期对潮汐的情况下 他居然是几方经济第一 全场比他经济肥的也就只有一只在欺负他的这个潮汐而已 这还是在对方潮汐拿到了这个萧瑟的一血的情况下 这波打完了以后对方在推下路的一塔 下路这个一塔推完了以后 两边的经济差应该还是在2000块 赏金现在的经济是2500多 这样比赛我不知道这个赏金准备出什么 因为看来现在的一个架势是打算要去出相位鞋 出相位鞋的赏金那就真的是有梦想了 没有梦想的赏金一般都是出绿鞋的 或者干脆就是草鞋 但是绿鞋居多一些 绿鞋然后再加上一个魂戒 这是这个是比较我没有梦想的闲鱼套装 整场比赛什么都不干 就是到处标记 然后到处扔飞标 到处标记到处扔飞标 然后剩下攒出来的钱呢 就去出一些什么类似像勋章啊 之类的这种类似的装备 弹出篮 不过并没有定住 手里边有刮痧 所以冲不慌 诶 没有刮痧 还差一下刮走 对方的这个火猫还差一下凭A死 对方这种火猫想太多了 他是怎么想的敢冲上去啊 自己上了一丝是写自己没想好 他到了这个潮汐 这一波大招已经交到了 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潮汐 山上中的标记 给一个他在等自己的技能cd 投钱 然后再飞标 再补标记 这一波 星星龙这个地方很聪明 知道自己这个东西会被驱散 所以他选择是等了一下 然后再补一个标记 这个能做到能想到的东西全都做了 火猫这个真的是 感觉就是飞了一个魂 大哥你还没打死我呢 就冲上去了 美杜莎这段时间刷的很快啊 这个 经济现在已经是追到了全场第二位 超过了先知 而且追平了 虚空了已经 另外就是美杜莎这个阶段刷钱 如果对方不抓的话 虚空肯定是刷过他的呀 虚空毕竟就一只手 他只能一下抡一个人 这波的开悟 看一下虚空手里上来直接跳大 对方这个阵容其实是没有能救人的点的 先知先知呢 这边给上标记以后再走 另外一侧再给上一个标记 第二个人头 火猫不好杀 不用管的 这边直接弹过来一个飞镖 漂亮 进行的这个操作真的是细致 极限的蓝量吃魔伴的情况下 只有一个飞镖的蓝 他利用这个飞镖弹了旁边的野怪 打野怪然后弹射到对方身上 帮助队伍完成了这个击杀 再加上身上有标记 这波一波肥 人头数来到8比7 老干爹在游戏的15分钟 发动了一波对于对方美都杀的进攻 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而且从进攻视野上来看的话 估计老干爹可能从来没有打过进攻视野 铺的这么舒服的局 这么简单的局 看下来这里 莫言这个技能居然空了有点可惜 手里面应该还有一个瓜 应该有一瓜 发条的这个勾不错 这个勾不错 他在留Face边 哦 这边漂亮 Face边利用树把自己给顶住掉了 那么看一下这里 火猫在往前追 一刀急杀到Face边 那有没有人能过来去反打呢 应该是打不了 现在这个阶段 对方的美都杀虽然没有来 几方的虚空也没有来 但是虚空没大 没大的时候虚空的战斗力确实弱了点 这边他选择的是甲腿封脸雷锤 然后直接去做大雷锤 增加自己在大招里面的一个单体输出的能力 这个没有问题 现在赏金猎人的装备准备去做的是挑战头 他要做一个挑战 然后再去做一个莲花 其实这场比赛 赏金可以考虑去出天堂 出完了自己想出个基础装以后 可以慢慢的去摸一把天堂出来 像美都杀这种英雄 有两把天堂吧 不用多 两把天堂差不多就足够去 足够去收拾他的了 现在地图上面美都杀几乎去哪个地方打野老干爹都是心知肚明啊 所以他们现在只要等这个胸友大了开路去抓一波这个美都杀就比较轻缩 对方在自己家的烈士路野区的河道入口处做了一些防守视野 赏金这里还是在到处逛街给对方什么标记 不过从团队经济来看其实SG一直没有落后啊 从这点上来讲SG打的不错 因为一般作为一个南美赛区的队伍 在和像中国的顶级队伍 包括世界顶级队伍在打比赛的时候 经济差往往都比较大 就是人头数差不多甚至领先的情况啊 经济差往往比较大 我觉得老干爹这把打的挺放松的 那老干爹这场比赛打的并不十分紧迫 节奏打的并不快 然后也没有说给到对方特别巨大的压力 像跟他们跟那个VG打那么认真 完全没有 他说这个版本有啥推荐的大哥吗 这个版本到目前为止比较推荐的大哥位还是比较推荐小小 小小这个版本现在太半斤油了 就是又厉害又简单还半斤油 有空有爆发物理成长性很好刷钱很快 然后护甲很高血量很长体格很好 这要给上一个标志以后要稍微留意一下对方的这个 这要给上一个标志以后要稍微留意一下对方的这个 他们其实需要留意的是对方开大 这个补标记 慢了一点 撒粉补标记也可以 但是有点追不上这个蚂蚁 看一下这虚空 哦要被秒了 虚空这波被秒了 消色这边带着大招被秒 有点稍微有点难受 而且这个人头是给到了对方的美杜莎身上 潮汐火猫的经济在并没有被甩开的一个情况下 这波让美杜莎拿到了一个消色的人头 比赛的节奏有点不太妙 有点不太妙 ��운ildia oggi 那我们看了 那都要输了 就可以回家了 你这个说法还是有点厉害的呀 países 虚空这真不省啊 大牛这边直接给人一套技能 看看赏金的标记没用上 也没有拖到钱 这边有点可惜 交色打潮汐 不省大招 这个没毛病 不交大的话杀这个潮汐要杀太长时间了 交色现在手里面是已经有了 甲腿封脸大雷锤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飞贼之刃 飞贼之刃这个东西 对于虚空来说蛮实在的一个提升 而且像虚空这种 主队攻速的英雄 拿飞贼之刃的收益也是蛮高的 下一个装备给我组于BKB 对于墨炎是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一张TP差一点点没地方抓到 墨炎尿米赛选择出的装备是一个 把伤方多 散毁对剑 然后开始去补一张 潮汐是选择直接出了一把 一张 蚂蚁目前身上的装备 看一下经济带来的装备提升 还出还行 出了一半了 这个一张 一张已经出了一半了 这边费斯边表示说刚才卡了一张 大叔为什么没看过李丸打比赛 我哪知道 我要是在场上 我就用李丸了 看一下这里赏金被对方缠住 然后给人一个标记 再给一个标记 然后呢 尽可能多的在临死之间 偷对边点钱 这边这个李丸也是极其的 小心啊 跑进树林里面 先数不够多 再帮着重量 这个时候先知已经有了魔精 那这场比赛 老干爹真的就打得快乐了 先知有魔精以后 就是先知去哪条路 哪条路就必须要回去人 而且回去一个还不够 回去一个人还不够 这种 要不然的话 掉塔掉的特别快 先知的这个魔精是 绝对是一个质变级别的东西 只不过就是太容易被 很多东西其实 呃 职业比赛的时候 因为他需要时间去演练 所以大家可能看到 某一个东西出来以后 一段时间内职业战队没人用 他不是不好用 他很好用 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搭配他的一个方法 交操长比赛准备出的是 BKB和冰免 这波的开户绕下来以后 绕了一大圈没找人 但是看见了小鸡的位置 这个小鸡的位置是暴露了 老干爹这边人员所在的一个集合区域 消色这个 哎 这个消色赶紧往右边跳 然后选择一个TP 对方这波差一点点抓到消色 很悬 但是这种全身而退的话 对于对方来说是很难受的 真的是溜达了整整一个雾的时间 这边的商量 大鱼上了 我自己家的下路二塔 下路高地塔 老干爹这个放盾 我其实觉得有点 感觉来不及了吗 他确实这个盾放的 好像有点随意 不过这个熊 这个真果断 直接跳出来一个大招 进入对方的火招 把火猫顺便给秒了 大牛这边帮着 补了一个大招的伤害 先知为什么有大树人 先知大树人是这个 就是魔精 在有魔精以后 他利用自己一技能 发芽这个技能 发芽在消失 或者是他自己去把这个 树弄没的时候 甭管是怎么被摧毁的 同一时间都会召唤 这个大树人 但是魔精召唤的 这个大树人的数量 都上限是两个 同时只能存在两个 撒一把本 心情这个人就没了 哎呦 我差个这个 大树还给一个勾 就有点没必要了 其实 小树现在手里面 是没有大招的 所以这个地方 他不会去跟内方较劲 先知手里 目前是BKB 水晶剑 紫苑 下一个装备 准备去出撒弹 说说蚂蚁辅助 蚂蚁辅助就是出一张 出一张就用自己的大招救人 特别简单 小树现在手里面 大招还有50秒钟的时间 看一下潮汐 潮汐这场比赛 选择的是 跳刀A杖 然后准备去做兵甲 有观众问这个 潮汐为什么去出A杖 不出刷C 其实这场比赛 他出这个A杖 有一个好处是 他出了A杖以后 减甲会变成一个范围减甲 然后这个范围减甲呢 配合美女杀的这个 分裂剑 就可以有一个 很好的配合 另外就是现在的 这个版本 潮汐这个A杖的收益 并不算低啊 至于刷新这个道具 本来潮汐也不会 过早的去出的 一般都是比较 靠后一点的时间在出 这边虚空一个大招 抓了对方的一个蚂蚁 直接把蚂蚁秒了 蚂蚁秒掉以后 自己能不能走得掉 我感觉都走不掉了 有BKB 有BKB的话 锁英CD 然后BKB在 BKB没法TP啊 他这个时候 问题是 对方在这个高达里面 是有一个视野的 马来潮汐打 再往左边走一下 发掉这个勾 没有勾中 火锅封进来 留住 潮汐这边没了 但是下路 下路这边先知 是跑到对方 高地上面 已经快把对方 这个高地塔给拆了 哎呦 这样比赛老干爹 真的是 真的是在玩啊 这个确实是在玩游戏 我上一个携手件啊 大家稍微等我一下 憋不住了 确实是想要 写进来 写运 群可 写ur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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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untiful Bountiful Dyer's top tower 1 回来了 看一下这拨老干爹的开悟 这拨是虚空有大的一拨开悟 话说我去上厕所之前虚空大招 刚用过 我这上一个厕所 上了一个虚空大招的时间 感谢晚直导可爱念大佬的 比克拉谢老板 这波的开悟上来并没有找到人 现在团队经济方面 老蓝姐领先一些 但是大哥为了经济 对方美足杀 仍然是一个无减肥的状态 你错过了外队神级操作的一波 我会看 我会回看 看看这波 火猫TC 这个T 发现了这个勾也没有勾动 nice 这波先知又是一波完美逃生 现在先知已经开始到处带线 牵制对手了 巨龙手里边在BKB冰眼都有了 最后下一个装备准备出的是大引刀 目前双方的一个比赛的态势变成了老干爹 这边大哥为快乐的刷钱 然后Face边快乐的带线 虚空在快乐的刷钱 Face边在快乐的带线 然后呢 大牛在快乐的看着虚空刷钱 赏金在快乐的逛街 莫言不知道自己的队友在干什么 然后呢 不知道自己 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表示很痛苦 赏金在快乐的杀机 墨言墨言墨言藏在树林里边 你看现在真的场上跟我说的一样 你看 心情在快乐的刷部署 刷微信部署 然后准备占据封面 然后呢 这个虚空在快乐的刷钱 大牛在看着他刷钱 天之这边呢 在到处带线 墨言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墨言TP了 这波一波四人开悟 先知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树林里边到处下逛 然后呢 这边队友开悟 这边再扔一棵树 就是潮汐变身伐木工人 这边先知手里边有BKB 有撒弹的 所以他并不是很慌啊 这波BKB一开 撒弹一开就吸过来了 吸过来以后队友支援过来 然后呢 先杀对手的这个赏金 标记给上 这波美杜莎在疯狂的输出 Facebian Facebian这边有点扛不住了 框一下自己 虚空一个大 哎 虚空他大住人了 这波不许说 谁也不许说 我们消色空大 消色大住了心情 消色这波大住大住了心情 哥几个赶紧跑 对方的发条 火猫两个人被击杀掉了以后呢 赶紧跑 这波打完了以后 消色跑过来去打入山了 大牛身上出了一个大勋章 对方照明火箭看到了 紫猫一个人在前面 兢兢业业的去 帮着自己的队友开视野 破雾然后呢抓对方的后排 这边给上一套爆发 直接秒了 紫猫这个二级大招 大根出来以后 直接是秒掉了对方后排的蚂蚁 那这样的话消色可以继续打入山 这波心情继续刷自己的微信部署 那么这波 哎完了 这波刷不上了 这波刷不过对手 但是这场比赛 赏金想刷这个部署 刷不过对面蚂蚁 蚂蚁跑得太快了 这边拉住对手的发条 把这个发条先带走 每次杀 尝试A了对方几下 发现A谁都不到血 那就只能先往回撤一撤 虽然这个美族杀 现在经济是全场第一 而且他身上是有大炮 有分身 有冰眼 属性应该说拉得很满 但是呢 对方这哥几个太有钱了 24级的紫猫 3000血 然后先知这边呢 21级 有撒旦 有BKB 有大引刀 2600多血 18点护甲 虚空手里边是有一个队友的大勋章 加上20 一共是21点白字护甲 然后有2800多血 有冰眼 有BKB 还有复活盾 所以这个时候 对方的这个美杜莎 确实也是不太容易A死人 剩下那哥俩呢 一个常年 靠自己的祖宗活着 还要一个 一天到晚刷微信部署也不出来 这美杜莎能A到的人 确实比较有限 团队的经济差 现在对老干爹稍微使了点劲 拉到了1万5 老干爹这场米赛正面团知道打起来比较累 所以并不打算去 超级上啊 这波一个撞到了对方一群人 熊手里边现在是捏着一个大招 这边看到了对方的美术沙 看一下熊跳过来 开始锤 然后我再跳回去 你以为我要大你吧 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大你 我只是想让我的先知 再下路拆点建筑物 小色在这边跳上来 我要跳回去 他们表示不行 这波不能输 你跳过来跳过去 我就躺爹游泳 高他打不过嘲讽不能输 你以为我要大你吧 我还是不大 我就跳过来跳过去 我骑死你 这边虚空山上带了个行屋之祸 带了个行屋之祸的话 有个驱散 有个主动的驱散 小鸡这边跳过来 虚空跳过来 然后捶你几下 一个大招 这次我不演了 这次我直接开技能 打死你 秒掉 nice 对方的美图沙 这边直接被秒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反向狼来了 这边捆不错 这个火猫直接到后排 秒掉了一个大牛 但是正面 看下虚空这个大招 给出来以后 潮汐大招给出来以后 没有输出 他这个大招等于白胶 然后被对方追着一顿锤 这里又打了一个破坏出来 火猫 这个紫猫这边 小子那边跳里 都要跳过来了 紫猫表示 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虚空要干什么 眼看着这个虚空上去了 眼看着这个虚空回来了 算了 他自己上了 我不理他了 这样的话 飞子边跑到下路 就拆掉了对方下路高地 然后虚空对边 跑上来以后 给上一锁CD 紫猫过来以后 一套爆发直接秒掉 发条勾了一下 还是被直接锤死 这样的话可以G了 这样就可以打G了 哦 对面觉得没有打GG 对面选择是潮汐买活 要再出来荣誉一波 这位紫猫在对方家里面 把自己的大哥升到五级 哎 五级大哥 资莲花 把自己秒了 你要是能做到这个 你就是这场比赛 MVP 对面选择是潮汐买的 对面选择 对面选择 看这些 我还是能做到这场比赛 这个 是 让我们给个机会吧 对面选择 对面选择 我来 我来 对面选择 对面选择 我来 我来 对面选择 我来 我来 对面选择 萧色又开始分奴了 把对方的建筑物都拆了 一点都不给子猫 武帝大哥怼莲花的机会 那说为什么不流行肉装虚空了 天赋改了呀 虚空这个英雄是天赋改了 而且很多的装备定位变了 虚空那边现在大招CD还没有转好 看一下赏军过来 拖本体的钱吧 要给拖钱给票借 子猫上来打一套 瞬间把 差一点点秒了呀 这是在虚空没来的情况下 看一下这拨被石化住以后 大牛CD三连 虚空被秒了 干的漂亮 然后这里长期再给扔一个减速 哥几个在激活美兜杀 这个美兜杀还没有死 大牛这里再给扔一条彩 美兜杀还生一丝血被打死了 蚂蚁买活 但是这个蚂蚁买活回来以后 没什么作用 买活死 还挣一个潮汐 还挣一个潮汐 这个潮汐还没有死 哥几个在追死这个潮汐 对方就可以疲敌了 潮汐漂亮 潮汐在自己的对手死光的情况下 一为四反杀了一个 火猫这时候选择了买活 但是对方子猫和先知两个人跟过来 我还是把这个潮汐给追死了 一为四反杀了一个潮汐 不许多潮汐 小红水 不许多潮汐 请不许多潮汐 我还不许多潮汐 我还不许多潮汐 以后美杜莎确实是太脆了 真的扛不住 先知这边直接买了把圣剑拆对面的基地了 买了个圣剑 看下这波先知先知不理对面先知在拆基地先知被对面的发条勾了先知被对面发条顶了 然后对面的这子猫因为A不到基地没办法只能把火猫杀了在A基地了 好吧那么这样的话双方BO2的第一场比赛结束 老人今天这个非常写意的可以说是非常写意的就拿下了比赛 好了那我们稍住休息一会儿给大家带来双方BO2的第二场比赛 可能双方的下一场比赛能够打出来什么样的表现 我是藏王大叔咱们下场比赛见 么么哒